探索方舟的路终然艰苦 但四位探索队员 仍然愿意靠着祈祷踏出每一步 动力源于一个原因 最重要我想在这件事上 祈祷就是整件事不是高举人 或者不只是发言这么简单 对我们来说 我常常觉得有些人扭曲了我们的说话 但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说 是我们去找方舟 我们会进入这个木热壳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舟 但很重要的就是 在过程中我们真的经历上帝 所以其实是高举上帝自己的荣耀 和圣经的真实 我们做这一次的行动 是否可以有一个传呼音的效果 或者是一个见证上帝的效果 甚至在整件事上 不是我们有多得 事实上我们真的不行 就是这个感觉 但我们是愿意去做 愿意为上帝去做 上帝你用我们 你猜献我们 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 在整个祈祷里面 我说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上帝听祈祷的 给到我们身体 给到我们的环境 天气 但到最后我觉得 这件事无论是什么的发言 也好 最重要 我们是希望人能够 这件事认识神 其实这个是让我成长的 但也很人性 当我像说的成长 但有时人就到了一个环境 又落在自己的淘汰里面 其实那个恐惧 放在我心底里面 很深 放了几个月 我只会这么说 其实祈祷是一个 必然要经历上帝的过程 我觉得祈祷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戏剧性 每一次祈祷都一定很快 就会转变呢 其实也不一定 但我又觉得 祈祷的经历是很丰富的 因为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帮助我们 我最深刻难忘的 这一次的印象就是 其实当我们上完山 核实完了 我知道Panda下来 有一次在我们 应音社团一流的地方 我看到Panda的身体 好像有些变化 因为我看到你的眼睛黄 皮肤黄 然后有一个医生的夫妇 他们是我们的支持者 很关心我们的探索 当时已经觉得Panda 你的身体有些变化 而且也刚好就知道 其实你发现了出来 其实你有癌细胞在你身上 是磷巴肝尘 我想对我们来说 我都不明白 也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时间会是这样 核实完了之后 想要再预备下一次一起去 这件事一定是有一个原因 上帝一定是自然的 所以我们就围在一起去祈祷 很特别 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第一次是为Panda 你的身体去祈祷 我想长哥很深刻印象 那次我记得 原来之下长哥也直接跟我说 这是一个很新的经验 因为很特别 其实我们一起祈祷 每天都可以为你祈祷 我记得医生 医生很专业 他都是肿瘤 他为你的祈祷是很特别的 就是 他为你 就是 这些癌细胞 因为在淋巴里的血 去到不随 为你的癌细胞 我记得要过梦不入 虽然血流经每个小时 每个小时 但希望过梦不入 我觉得这个祈祷是很特别的 那就是 足之是 经历里面 除了那一刻的特别之后 往后 就是你的经历 我觉得也很特别 是的 这次被祈祷过 祈祷是很特别的 因为第一次被人用油 去高门 这样去祈祷 是的 其实祈祷前 就用橄榄油 去抹在头上 就像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去高门你 那还是医生去做这件事 是的 我觉得也很特别 我还没试过 过往 是 我帮人多的 现在要被帮的那种感觉 是很 很平静 还有 还有一个很安稳的感觉 是很久没试过这个感觉 除了以前小时 在妈妈的怀里 小孩 很保护的那些 之后也没试过这些感觉 当时我自己很大的感觉 就是 上帝会医你 上帝会医你 所以在我们四个里面 是比较特别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经常都说你是一个 走得走得的神迹 其实是当阿拉伯山上完去之后 对我们来说 现在在知识 在经历上 我认为我们是再进一步 但对你来说 你每天都在面对 有很多癌细胞 在你的身体里面 每天你都要靠上帝的恩典 去高抹你 以至到其实 很感恩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坐得慢 在这里 两年了 那一次之后 两年了 终终两年了 种种的经历 我们 你又 我想在身体上 都一直一直 又高又低 那些血量的量数 直到 就是 过去的一个星期 我知道你的血 已经升到它 九成 九成 所以我觉得 上帝是跟你一起去同作 也要藉着这件事 甚至于向更多人来做见识 我想回应 Fiona 不是说上山 阿密 不是说 Faith的位置 即信靠的位置在哪 真的不在人身上 在人身上 不是靠着信靠 不是靠着信心 是很难的 如果从人的角度 你如何处理 就不能处理 连医生都说 没有100%的方法 和把握去处理这件事 其实对我来说 我自己的体会 是很深的 在分析探索这件事上 其实 面对危言 面对一些 交着的状态 要有高度隐碍 也都面对 祈祷 好像上帝没有什么回应 但我更加深 我不知道大家的体会是怎样 但我更加深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 感恩的祈祷 是比我们经常有需求 或者要解决问题的祈祷 是来得更加好的 那个原因就是 如果我怀着感恩 我会很开心 我有这个团队 我会很 为现在这一步 已经是很安乐了 因为我知道上帝和我同一刻 就算我面对任何问题 也不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我自己也会学习 就是 今天播出这部电影 我要很感恩 今天有多少人来 我要很感恩 我可以去享受 一种感恩的祈祷 其实我回应你这件事 其实我 自己身体有癌症 我都是带着这个 心情来的心态 去祈祷 都是很感恩 神有一个 这样的经历 给我多一次的经历 但这个经历 是很不断地提醒我自己 人真的很渺小 要靠着祂才能够得力 这个位置是 很认同 等于你说 你说 睁开眼 你就要感恩 对啊 每一天你就要感恩 感恩已经是一种态度 已经是一种状态 将祈祷变成一种态度 不是 我现在 我要求上是什么 我才去祈祷 而是跟爸爸一样 你不会只是求 你才跟爸爸在一起 是的 你是会很开心的 就是 爹地多谢你 爹地 即是我很开心 你帮到我 其实在享受着 爹地跟我一起 同在那个位置 其实这个项目是感恩 整个项目是灭到很多挑战 你不单在山上 你下山 其实也灭到很多挑战 大家也经历了 有时也不太明白 但也是靠祈祷经过 其实 其实一种出来 原来我们都感恩 因为就算有人攻击 原来就比我们更加严谨 更加做得更加好 其实这个都是 就是让我们很平静去面对 我们不要太激动 其实有一个这样的 让我们心境平和 去处理很多问题 就是说激动 或者面对的挑战 其实真的可以很激动 可以激动 就是那些挑战 你觉得为什么这样 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你不能不激动 有时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 面对这么不同的文化的人相处 你背后也要面对一群 等着你回来消息的那群人 怎会那么激动 还有些不同意你的人 还要对着这个弟兄 又说他的身体有事 你所有事情都面对了 就像他所说的 怎么处理 真的不能处理 所以我想我们在下一集 我想我们一定会说 那个叫做挑战 或者令到我们很激气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呢 不单在山上面 所面对的困难 其实你下山 你面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 会给你不同的挑战 但也不要紧要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上帝 是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 你可以有心有力 来面对 我想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其实同样都是的 我希望祷告是一个你终身 可以学习的一样的功课 当你学习到就是随时随地 你也可以用祈祷的心 来和上帝一起同行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的人生就会更美好 更丰盛 真的 希望未来我们的课题 再可以给大家有多一些启示 下一集 探索队员将会透露 在一步探索成果发布之后 面对各种挑战 他们是没有跟我们对过滑 没有看过任何人 就去攻击 就是压力超大 亦是所面对的空险 我觉得是前所未有 其实那段时间我们不断祈祷 是祈祷的 就是问神石怎么去做 形容是面对比山上 重要空险的埋身挑战 一群队员 如何坚持直方舟传福音的使命呢 请留意下一集 方舟探索地 超自然经历与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